阿晋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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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mmy S.Y.S.M.不會賣 Jimmy S.Y.S.M.不會賣 這個應該 今年如果奪冠Jimmy S.Y.S.M.的狀況 應該就會比較小 可是你要再看 因為今年我必須要這樣講 今年勇士隊在季后賽打過金塊之後 其實放眼望過去 我們那時候講 其實你沒有看到金區的球隊 因為公路後來也淘汰 就沒有了 阿晋彈也是第二天就被淘汰 就沒有放眼望過去 沒有金區的球隊 所以你現在會覺得 Jimmy S.Y.S.M.的狀況好像不是嚴重 可是 今年如果奪冠隊是健康的 假設奪冠隊不小心是健康的 或者是 下個賽季精快的Yokic 夾媽媽一回來了之後 你的金區還是要面對那些人的挑戰 這個也是 今年球季出大家在植詠師隊 金區不足的地方 假設不小心明年是撞到公路 Cris Mills是健康的 Darby Polis Zinke Lopes 沒有Jimmy S.Y.S.M. 或者是Jimmy S.M. 組不組夠 這個問題依然會被討論 那是因為 今年的轉冠軍上 你是撞到熱火或者是綠山軍 就是這種奉獻的球隊 你會覺得就還好 因為大家陣容都打得差不多 所以我們在對戰分析就有講 今年綠山軍在過公路之後 然後今年勇士在過境快之後 其實陣容上沒有絕對的吃虧的點 沒有就沒有了 就是你看過去就沒有 就都還好 因為怕都是怕進去吧 那志姆哥的部分 我個人認為是 Chris沒有人受傷的影響比較大 那當然每個人相反有些不同 那金塊確實是兩張點心沒有受傷 兩張點心沒有上場 那小POT是六指十 你要知道小POT是六指十 當然Yuki佔高位的時候 他是可以占低位的 他常常占低位去搓位去搭點 包括那個才是打通的上場 所以目前看起來勇士隊 你會覺得還好是因為 今年的對手是綠山軍 可是如果今年的對手是 假設是公路 或者是遇到健康的情況 你就去思考 一樣的問題 球技出一樣的質疑 下個猜忌還是會發生 這樣這樣子 所以目前有消息是說 要拿綠狗貝爾 我覺得我是支持 我個人我之前講過 我可以理解 他另一方面的說法是 嘴綠跟狗貝爾的什麼感情 施加也不錯 這是記者的爆料 是不是因為我們不是他的好朋友 我們不曉得 可是我覺得邏輯上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下個猜忌 你遇到這些樣子 除非他們又不小心又受傷 不像今年這樣 今年是禁區的球隊 包括球員 自己舅舅也是 因為前兩場比賽沒打 後來輸了 再來就是公路隊 Chris Milton 精快兩張點心 胡亂是連附加賞都沒進 可是下個猜忌是不是這樣不曉得 Jodan Poole跟 James Weissman 換路利告白 爵士不會換 因為爵士如果今天要把 路利告白送走 你要給我風險 這樣講比較快 所以才會扯到Wiggins Wiggins對爵士來講 這兩年輸球 我覺得Wiggins對爵士來講 甚至是騎士隊 都會希望風險 Wiggins騎士也想要搶 就看看 到時候再看看 不過騎士就是 Mobile利不會給 期待你挑 那我覺得有可能是Alan 我覺得如果勇士 有心想要把這個 Wiggins送 假設放輕鬆 勇士就沒放輕鬆 假設他真的把他送走 騎士是一個考慮 西區的爵士當然是 錄裏隔壁 因為聽說是嘴綠喜歡 那如果你要跟騎士交易 就是Mobile利不給 那你要不要再拿這個size 再看看 那中鋒就是補Alan 補Alan其實不差 第一個薪資沒有什麼貴 吃餅也不錯 互換人力也不錯 又年輕 因為你下個賽季 你會對到一定那一球 所以你補的有長刃 的狀況實在不錯 如果他要補Ligo 比我剛剛講過 我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下個賽季 看看一看 那幾名打進區的球隊 又都復活了 當然胡人要打個問號 Alan前提是要健康 如果是那些球隊都復活了 你就要去思考 永世目前的陣容 夠不夠 這也是這個賽季大家的疑問 只是說目前的球隊 是綠三軍 所以就覺得就還好 大概是這樣 圍巾蠻重要的 圍巾 嗯 勇士的說法是 當然是要全流 那會不會不曉得 那今年如果奪冠的話 全流的機會 就有可能比較大 可是我個人還是覺得 拆開會比較好 因為你全流 也會變成 某些年輕球員的上場時間 會受到壓縮 因為他如果是領三千萬 你不太可能說 用他用個二十分鐘 然後年輕球員 再用個二十幾分鐘 我個人是覺得 這種東西比較 狀況比較少 那老闆的想法 一定是全流 可以理解 因為你會發現 現在不管是哪隻球隊 在轉到自己的全民心得 全民就是 我一定會留 打批也是這樣啊 我一定要留 為什麼 因為留才有後續的動作 我先留 後面再來交易 否則你只要轉身離開 我什麼都沒有 這樣很容易 所以老闆的立場 或者球員的立場 那就是能留先留 然後後面看他怎麼樣 再來操作 否則如果你讓他直接走 就沒有後面 柯育能打到幾歲 這個不重要 現在重點是 他自己想要打到幾歲 因為這球隊是他的 而且他在場上 這麼歡樂 而且他在這個年紀 就會接受打替補 那不要說這個 以後年紀比較大的時候 就他的個性就沒有 因為他就好 真的是很多球員 必須要學習這樣 就是看到誰都笑笑的 他很好相處這樣 他蠻頑皮的 雙魚座跟我一樣 可是嘴裡也雙魚座 好不管他 反正就是 他只要想打 因為他是票房保證 他多投一顆三分九 就都是紀錄 所以不用去試考 他可以打到幾歲 只要他是健康者 應該是說 他自己想要打到幾歲 這樣你懂嗎 我自己想要打到幾歲 有點像黃昌這樣 可是黃昌這樣 這兩年是有商的 前兩顆三季我們在投奉 那就是沒差 反正你就打就好 4萬一定是你的 可是現在這兩年 喪事是比較多老實講 勇士會交易 決定是為什麼跟Muidi嗎 你要看他有沒有交易 那個Wiggins 如果你真的送走Wiggins 那Muidi應該就不會轉 因為他今年很多時候 已經打到23號 就錯位了 知道你懂什麼嗎 那換位思考 剛剛有沒有問我說 Jodan Pool 這個也是之前有人講 就是Wiggins跟Jodan Pool 如果真的要送走 你要換誰 你要看你原本的設定 是我要設定 我要練Kuminka 或者是我要練Jodan Pool 因為如果我今天是要練Kuminka 就是他是 未來這支球隊的核心 Wiggins在 他的上升就會少 知道你懂意思嗎 可是 如果今年勇士是這樣拿冠軍的 那你就要去思考 下一個賽季有可愛的時候 Jodan Pool擋不擋得住 還是你要留Wiggins 再打個兩年 因為實際上 Wiggins年紀並不高 並不大 不是並不高 年紀並不大 他是所謂的中生代 也就是在Kurri跟Kedong的之後 他是可以屬於接那個棒子的 再接下再給Jodan Pool擋 為什麼他們 這也是為什麼 胡人隊要去拿 上個賽季拿Dane Show的 然後再拿Waste 就是除了皇上之外 你還是為了要有各AD配合 不能永遠都是皇上打 所以才有消息說那是不是BEO 也許是Lavine 他們去胡人除了組三巨頭 只不過就是傳承 因為皇上已經越來越有年紀了 對吧 所以你未來一定要再有另外一個核心 再去跟黑帝配合 那有沒有冠軍 大家都希望冠軍 但不見得會有冠軍 所以你要看 修賽去轉換你的想法 那勇士人多是事實 這一點跟胡人比起來是差很多 因為他可以教育的人非常多 剛剛我提到Wiggins現在的價值非常好 嗯對吧就今年打成這樣那個灌籃 哇對吧 就是價值非常好 要趁他3000多萬的時候 其實送走也不差 因為否則 以他過去的這種個性 大家都會開玩笑說 什麼空分空分的 你要真的把他送走 也不見得好送 所以有時候 生意歸生意 那勇士他可以拿冠軍 或者是他可以維持一個核心 去奪冠 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可是你還會適合 不可每個都留 因為每個都要2000、3000 沒有受得了 勇士新秀在對上老將退休後 有辦法成長到奪冠陣 這個現在講得太早 因為目前核心還不是他們 所以現在講得太早 你大概還在看兩年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 當我的這個Kurri 他們已經慢慢的 棒子交給這些年輕球員的時候 你才會思考這個問題 這樣你的問題是嗎 因為期待歸期待 可是 特別是現在的媒體 下班都下很重 胖虎第一個賽季家 NBA的時候是怎麼樣 哇 未來聯盟的什麼什麼一大堆 得分什麼 超強悍啊 下一位聯盟的巨星 那三年過去還不是這樣 所以 看看 看看 可能看起來我看比較久 因為可能大學以前追太多了 追到外面放棄了 每個進來NBA都講說 那個是下一個巨星 下一個誰 我來模板是勞大 模板是誰 打個兩個賽季之後 就不是這樣了 哈哈 每年都這樣 所以我後來就放棄了 所以就 稍微給點耐心 然後再看個兩年 而且現在的媒體都是 一場比賽打得好 就開始哇神啊 什麼之類的 每次打開手機都這樣 然後不然就是 連麥可救的都做不到 這點文像非常深刻 把這點去點也沒什麼 所以我是覺得不用急 再看兩年 今天小偉大會推移 是有機會也有年紀的 是有機會也有年紀的 那當然你要留也沒關係 反正永世 下個賽季應該也還是 列強之一 那留著要用就有 那你不見得 立營賽要每場比賽都大 因為自己的風險夠啊 他留的只是確保風險夠不夠 因為下個賽季你要去思考 的問題就是 可愛那幾個回來 哈哈 所以你的風險一定要夠 那再來如果 假設老 我們隨便舉例子 如果今天是 秋太季是把Wikings送走 那他還真的要留 不然你會怕 昆明感不夠 不然你會怕昆明感不夠 不然你會怕昆明感不夠